早晨,今天是2024年2月23日星期五 欢迎收看,今天开始直击 今早我们有中美政圈研究部执行董事王韦浩 跟我谭海雲陪你一起开始 Raffi,今天大事有什么焦点? 我想有两个,一来始终美股这么强 可否对于港股更加强势也继续延续 二来当然个别的大股,Andelia 究竟是不是仍值得去看好? 是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有投资方面有问题 欢迎你WhatsApp给我们,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部HKETF 在聊天室里面,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问题的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市况 美股做好的道指和标指在创新高 纳指升2% NVIDIA最新的业绩超乎市场预期 美股三大指数高开后都持续做好 并且以接近全日高位收市 道指和标指在创历史新高 纳指的升幅跑赢大市,升埋近3% 道指收市升1.2% 收报39,069点 标指升2% 收报5087点 纳指升3% 收报16,041点 欧洲股市都是做好的 德国和法国股市升幅超过1% 纳指金融中国指数升1.4% 焦点科技股方面普遍向上 苹果、Tesla和Google升幅超过1% Meta和Amazon升幅超过3% NVIDIA的盈利和前景指引都超出市场预期 股价昨晚急弹1.6% AMD都上升1.0% 逼近历史新高 超微电脑急升3.2% 一度从上1,000美元流上 ARM都升4% 二与托证券形式在美国买卖的方网股ADR 各别发展 百度比本港收市高 阿里、美团、腾讯和京东都比本港上日sales低 汇控再比本港上日sales低1% 折合大约$59 看看亚太区的情况 日均平均指数现在早短 升2% 升800点 836点 最新39,000点流上 39,098点 这就是历史新高 首二综合指数上升8点 昔日普通股指数升27点 新西兰50成份股指数升10点 新加坡交易的港股黑企现在最新是向下的 跌80几点左右 恒指在16,600点左右的水平 稍后对原盘会和大家跟进 先和Rafi谈谈谈外卫市况 全美股的焦点都在NVIDIA 星期三收市后公布的业绩上 业绩理想昨天就弹升1.6元 去到785美元 创出历史新高 盘后是继续再升的 美股现在的气氛就叫做非常兴奋 道指标指就再创盘中和收市的历史新高 纳指距离历史高位 即2021年的高位 其实距离不足200点 看到最新美国的经济数据 经济仍然强劲 例如最新新申领失业救济人数 以及持续申领失业救济人数 都是少于预期的 同时制造业PMI升至51.5 是2022年9月以来最高的 现在预期了 美国5月启动减息的机率 其实进一步跌到三成以下 6月启动减息的机率 大概在五成的水平 美股走势是否持续看好 急回调的风险大不大 当然 我想你现在说 美股整理的看法一定是强的 我想如果这刻突然去强谈 或者硬做谈 其实风险是大的 因为始终近期 你看到很多因素 无论所有东西如何去走 其实是令到美股的气氛 还是很牛 所以我想简易试去做 其实这个是要小心一点的 但当然我想 叫做强得离 当然不是没有一些 可能回调的风险 或者留意的地方 因为最恐惧的就是 很多东西放到一边 比较太极端 就是所谓的钟摆烈论 实际来说 很多东西你看得太乐观 全部东西放到一边的时间 就突然间终于有一夜 会回来 所以这个你说 什么时候发生 当然很难去估计 但我想这些位置真的要慢慢看紧 看着这些事情发生 因为正如刚才说的几个因素 当然令到美股升 其实近期都是围绕 可能两个因素左右 两至三个因素左右 第一当然 前一段时间或者不过前一段时间 早一两个月升 当然是炒了减息 但到近这个月 不炒减息也好 或者现在觉得减息率 就是减息率 移到六月份开始也好 但又好在经济也OK 就是我们说的数据是顶到的 所以大家觉得经济好 不需要减息 所以这个是继续令到整个市况 整体的气氛能保持 所以你说如果第一个 有个回调风险 或者是突然间变化的因素 就是要看这件事 譬如假设个别一两个数据 会否突然间有些走样 这个要留意 而令到整体的看法 突然间又摆回去 就是怕经济又差了 但又不减息了 那这个会否令到 就是那个触发点呢 这个我想是要忙的一件事 但一件事当然了 令到美股这么强 刚才提到的 就是个别股份 就是那些的NVIDIA 你看到大行也好 又说什么最重要的 股票也盛 很多的分析员又出来 说到多少钱 所以目标为了 所以你说一只大股这么牛的因素 而因为本身过去这几年 其实令到美股这么强 其中的因素就是纳志七红 那七只的主要大动 现在当然未必七只那么多 只剩下五只 两三只 但起码还是由它们去牵动 所以它们没有一个很大的逆转 那市场就自然整体都会强 所以另一个点也是 我想留意着这些股品 会有大家调整的风险 因为其实这两晚也不是没有见过 所以我想整个美股 你可以说现在还是处于一个 比较牛市的格局 但是去到高位 除非你真的低位有 我想就没什么太大问题 就是会是都安全的 但是如果你有近期先上车的那些 反而是会看着高位 有波动性的情况 但是暂时来计 我想美国的股市的去向 也是反复地向上的机会 比较大一点 是的 我们谈谈刚才你说的 地表上最强的NVIDIA 上天公布了第四季的业绩 它的数字是截至1月31日 第四季度的营收升了2.65倍 盈利是增长超过7倍 NVIDIA创办人黄仁芬就说到 加速运算和升程式AI 已经到达了临界点 即是Tipping Point 股价上天就看到 业绩后就急升1.6倍 市值单日就增加了超过2700亿美元 是美股史上历史之最 高盈交易部门就形容了 NVIDIA是地表上最重要的股票 另外多间大行都看好它们的增长潜力 目标价现在就介乎795至1000美元 你怎样看它的业绩呢 其实升完后 现在再追的风险大不大 如果你说基本面 就不用说了 我们一定是强的 我想因为从业绩 无论过去这一季的数据 基本上全部都是比月几高的 无论收入 每股盈利等等 这两个大数都是比月几高的 甚至其实看NVIDIA 或者Tag股也好 其实看前瞻指引 前瞻指引 你其实看到今年回来 它的第一季的预期 都是非常强 都是比预期高的 所以如果从业绩水面说 其实实际上真的没有什么要挑战 所以你说基本因素绝对是强的 甚至乎从管理层的说法 环仁芬的说法 因为对上一次的季绩 其实它的业绩也是很漂亮的 但如果大家有记忆 当时出现后股价会下跌 因为环仁芬说的话 是令大家觉得有点隐忧 也想说到内地的市场 对于芯片的影响会有 所以就打下来 但这次的说法完全反过来 是非常乐观的 刚才说的Tipping Point的因素 大家亦做临界点 内媒 即内地亦做引爆点 全部都是一个很强的 好像现在才开始增长 所以如果你的说法亦是这么乐观 自然令到昨晚的股价反应 是很正劳的 甚至乎像你所说 很多的大行 很多的分析员等等 全部都将目标看四位数 是一千元 所以整体是一个很强的 一个基本因素 但唯一我觉得要小心一点 就是刚才开始说的 就是那个炒作性 这个就不是说 我觉得要分开一点 基本上是真的强的 是绝对值得投资的股份 但问题就是 短期升太急 这个是怕着会有些波动的风险 这个是从股票角度出发的 虽然你说这些位置 当然了 我想很多朋友 如果有股票一早就有了 可能有些两三八渣上来 现在赚两倍又多都有 那些其实就很舒服的 就算你高位 说真的好像早两晚 震下来也好 其实都没什么的 就是你赚少了一点 是 那这些我觉得就不太担心的 唯一担心的朋友 就是近期才上车 是 就是特别是昨晚那些 就是如果你说 你短炒没问题的 但是如果你说 昨晚才上车 你是望到一千 那当然不是说 它没可能到达 是 但是我觉得短期 都要担着在该会 去刺风险 那这个我觉得是一个 纯粹从股票投资 或者少少叫投机 那个的看法 这个不关于基本上的事 基本上是好的 是 所以我想股票反而会担心这一点 还有也是 有点像刚才开手说美股 就是那个所谓的宗拜 是 因为其实现在是 大家对于NBA的股价看法 是很偏向一边 是 你问10个可能 其实10个半 是 一定会有点声音的 是 刚才说了大案之外 其实有些分析人 刚刚今早看外媒的那些 是正如说 3个交易日 昨天下降13点 最多跌78点 内地股市午后做好 带动港股向上 恒指收市升239點 收報16742點 升1.4% 科指升1.7% 收報3410點 國指升2% 收報5758點 大市全日成交超過1000億 葵程業績後創出新高大升7% 中海油、中石油和神華 昨天升幅超過15% 北水繼續錄得淨流入 金額增加到47.8萬 淨流入最多的是中海油和美團 分別有超過7億和5億的北水淨流入 騰訊由北水淨流出轉為淨流入 昨天流入的金額有2億 獲日價提斯有化的中國中藥 錄得最多北水淨流出 金額有7.5億 中心有8千萬的北水淨流出 大市的情況是昨天再升埋近240點 並且以接近全日的位收市 同條100天線距離30多點左右 大市就進一步逼近大家 大家之前看過的位置是16800點左右的水平 回調的機會大不大呢? 如果是說這一站期運了 下一步又可以上市什麼水平? 我想港股一樣 短線還是有機會走著一個反彈架局 我覺得勢是OK了 即是好很多 但當然你說是否真的轉勢 或者是完全轉勢 有一個很大的上市空間 這是重要在望的 因為我想也要看看之後 有沒有東西再配合 或者有沒有一些催化 但是近期改善 我想幾個方面 一來就是實際的基本因素 因為始終港股過去跟進的 都是內地那邊會更多 如果不是過去這幾年 股市表現不會太差 因為美股是很瘋的 所以很明顯跟著A股 跟著內地 如果以內地因素上看 其實近期會更好一點 一來A股 你見到6年回來後 其實這幾天算是挺強的 所以很明顯 然後再給我一看 我會聽到這裡 我會聽到這邊 你會聽到嗎 你會聽到嗎 我會聽到這裡 我會聽到 你會聽到嗎 我會聽到 你會聽到